今天有兩宗事件,影響了香港日後 因為剛才這宗是當權者意圖改寫歷史 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宗是一個跟進的新聞 大家知道作為特首的林鄭月娥 之前說過所謂專家、醫生、一般人 去抹黑檢測的計劃 究竟他們有什麼心腸呢? 甚至是在抹黑特區與中央的關係 去到這個層次 當然我們昨天也問一些專家 你們怎麼看? 我們也問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們概括可以這樣形容 有一些專家從醫學的角度 跟大家說,他個人來說 可能不會參與 但因為他們自己都有一個原因 可能覺得計劃的詳情 他又不知道,又或者自己的事亡 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我都沒有聽到一個專家公開地說 叫全香港市民不要參加 起碼沒有這一句 那麼何以令林鄭去到那一句批評抹黑的說話呢? 我覺得她在抹黑專家 而今天我們在說警方昨天的發佈會之前 為何要先說這一宗呢? 因為大家都記得 從疫情起初開始之後 不久 我們晴朗已經是每日 這個每日有時可能有些變動 大致每一日的9.9、9.10左右 我們都會跟何柏良醫生 大約談10分鐘左右的時間 他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在大半年我們防疫的努力工作裡面 他給了很多的建議 當時大家都記得 過了很多不同的節日 不同的節日 大家要留意著什麼東西 在公共衛生的角度給了很多的建議 這10分鐘已經成為了 我們防疫資訊裡面的一個習慣 但是 因為一些醫學的專家 對於你的檢測計劃給了一些意見 而那些的質疑 其實都很合理的 你問回一些其他醫生的角度 其實他們都不會反對 是質疑那個計劃的成效 第一個成效就是 一是時機 你不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做 那個成效是會受到影響的 第二 你不是強制全民做的一個檢測計劃 它的成效也會受到影響 他的質疑 其實在質疑計劃的成效 是不是真的如你特首所說 是說到什麼抹黑計劃 什麼如此心腸 你作為特首 你公開地向全香港市民 用這些語句 去批評一些專家的時候 是會形成一種壓力的 而今天我們第一節 都要先跟大家說這件事 我們暫時要暫停了 昨晚收到何柏良醫生給我們的短訊 我逐字讀何醫生怎麼說 他這樣說 近日工作及家務都比較忙 所以每天10分鐘的何柏良環節 要跟大家暫別 感謝商台年初至今給我機會 同聽眾分享疫情資訊 自己亦獲益良多 因為這是昨晚何醫生聲給我們的 今天 今天是商台61歲台慶生日 祝願商台節目蒸蒸日上 白赤干頭更進一步 繼續為市民說真話 面對疫境 市民大眾要平心靜氣 用科學原則去應對疫境之強 這個這麼簡單的短訊就是何柏良醫生昨天發送給我們的 因為昨天何醫生有工作 所以沒了時間 已經有很多聽眾打來 WhatsApp來問何時何時會再說 我們都真的以為 今早之後都正正常常 我們繼續說回每天的疫情 但昨晚何醫生就有這樣的決定 當然我們都有跟他談過 但明白 我猜大家有些事不用說到出口 大家有些事明白發生甚麼事 也只是唯有尊重 希望他都會順利 也都容易些去過渡這段時間 我們要強調何柏良醫生 從來沒有說過他有任何的壓力 即是沒有跟我們說 也都沒有說任何人的不是 他純粹說 他工作交務比較繁忙 當然我們這個是我們看到的理由 但我們都相信在一個特首出聲 政治氣氛比較嚴重的情況下 專家們是很難可以很暢所欲言地去表達他們一些的說法 你看到袁國勇好 之前很多不同的人士也好 已經去到袁國勇那麼權威了 他都會受到質疑的 他都會因為一些政治 可能我覺得你立場不是那麼巧 是去說你這樣的 那彷彿就將專業或者將一些疫情的問題放在一旁 當政治去壓倒這些專業的時候 其實不幸的或者受苦的 其實只會是港大的市民 因為我們最關注的就是 專家給我們的意見 他怎樣建議我們在疫情裏面繼續做 我想我們這幾個月 基本上每一天我們想節目的時候 都會想一下我們找哪個專家去跟我們說呢 防疫措施怎樣怎樣怎樣呢 現在又少一個可以希望跟我們分享的人了 最後失去了的就是這些資訊 這些有用的資訊 對於我們防疫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這些防疫的資訊沒有了的時候 受苦的就是我們 你看到特首只是說了一句說話 我不知道他很有周長的準備去說這番說話 還是衝口而出的 當然預備了 因為大家記得他說這段說話之前 他在Facebook已經寫了一次 所以就是為什麼要說一些東西 是要令到大家 我們專業的人士不夠膽說了 只剩政府的官員可以說 是不是就是要做到政府一言堂 適合其他東西都不能 包括專業的意見 專家的意見都不能再容納 不如說回何醫生的短訊 他對什麼很重要呢 他希望商台也好大家都好 繼續講真話 面對疫情 是用平心靜氣 是用科學的原則去應對疫情自強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說回我們跟何醫生這半年的合作 每一天我們有最少十分鐘時間跟他談 其實他是準備很充足的 每一次他都有很多他主動很想提的意見 例如我們之前提海員等等 提了很多次 那個地方應該要早點做檢測 早點應該封關等等 其實每一天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環節 就是希望在疫情底下 每一天都要有一個固定的專家告訴你 其實他怎麼看 每一天他的發展 他看到什麼觀察呢 好了我們見到的就是何柏林每一天好給心機去準備 去告訴大家他看到什麼漏洞 希望政府去保的 而我們都知道他就算多忙都好 除非真的有會撞了時間 要不然他一定抽時間 預留了九點半至十點給我們 所以雖然何醫生的聲明就說近日工作和家庭都比較忙 但是我從我個人去看 我就不相信是簡單的原因 因為他過去真是多忙都好 他都會留這段時間 希望大家聽到他看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大家知道 是不是真的因為個人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環境 是多麼的大氣壓 就算他自己不是個人 受到一些針對 我不相信政府有人打給他 或者不是有人直接跟他施壓 不用打給他啦林鄭公開講 但是你想想那個大環境裡面 一個科學家 一個醫生 只是想告訴他他的專業意見怎麼看 但是會惹來 很多政治的扣帽子 然後不同的派遍不同的陣營 又開始攻擊 又說這些醫生是不知道黃醫還是怎樣 一個醫生 只是說回他自己心裡信的科學 為什麼要被扣這麼多的政治帽子 所以我相信 如果聽眾你跟我們一起經歷這半年 天天聽韓醫生說 你很明白他的心有多好 對我們對整件事 而你也明白 在這樣的氣候裡面 他是承受著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也十分感謝他 其實我們才是獲益良多 我們經常談的時候 我們好像聽書一樣聽 所以獲益良多的一定是我們 但我們說回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也要拆解一下 林鄭當日的說話 我相信 我們也挺肯定 他不只是何派良醫生一個 絕對不是 他是說一群人 但我相信他是其中一個 對 不是只有他一人 但是 他必定是其中一人 是林鄭口中要批評的人 但是我們在說批評的時候 我又會某程度上 我會理解林鄭批評的話 他是很不滿意有些人 所謂抹黑 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 是說一些透過檢測計劃 是會將一些受檢測的人的DNA 送回內地 然後不知道會有什麼用途 我相信他說最大的抹黑是這一點 因為他緊張中港關係的問題 沒錯 但是我們 他口中 所謂的醫生 所謂的專家 譬如我們節目問得最多的 譬如 何平良醫生 袁國昂教授 許樹昌教授 還有 梁子超 曾祈欣 馬仲儀 這是我們過去大半年 程朗訪問得最多的專家朋友 大家可以平心而論 這一班的專家 有幾大篇幅跟大家說 他們都很擔心DNA 會送中 他們說的時候 真是從一個醫學 從一個科學的角度 跟大家說 今次檢測的計劃 成效 是成儀的 他們不是從一個陰謀論的角度 跟你看這件事 但是 你借了坊間 有一些這樣的批評和意見 然後 以偏概全 將所有的專家 一棍子吐死 覺得所有不同意你這個檢測計劃 又或者 提出質疑的專家 你 都是陰謀論 你都是抹黑我 你 都是用什麼DNA等等 去質疑我的 這些一棍子吐死所有專家 不是第一次 林鄭是專家殺手 大家很記得 由周永鑫開始 到黃遠輝 然後再到這次疫情底下 一班醫生專家朋友 在林鄭的口中 所有的專家 都沒有好下場 我猜大家都記得 當時大家都有專家 說封關 何柏良也有說 說封關的時候 林鄭是怎樣演繹別人的封關呢 就是香港人都不能回來 但是當時 大部分提封關的 只是說不讓外地的人進來 香港人怎會不讓他們回來呢 所以我們有前科 當她去演繹一件事的時候 她就把所有她聽到的 都包在一起 就覺得人人都是這樣攻擊 何柏良在我們這裡說了那麼久 我可以跟大家說 她沒有一次 是沒有一次 提到 她懷疑內地幫忙做檢測 她們的專業 懷疑中央今次這樣做 其他政治目的 從來沒有用這個角度 去提過 她覺得今次全民檢測 是沒有效的 我自己很深刻的 其實這麼多位專家 哪位都好 她們絕對都是用 何柏良醫生 那段訊息最後那句 用科學去討論 她們從來都是看數據 看現在的現況 然後用他們專業 用科學的角度去判斷 我們下一步 或者接下來應該怎樣做 她們從來都不會有坊間的陰謀論 坊間的流傳大家的訊息 政治的角度去看這些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我們政府的官員 包括特首 就永遠都是反過來的 就一定是用那個角度 政治的角度 去判斷所有包括專業的事情 剛才郭志仁提到 最初封關只是說 喂 我們都沒有說不讓香港人回來 不單止這樣 他演繹的封關 還是說到連貨物 都不能夠來往中港兩地 沒有人敢要求 沒有人敢說過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還要靠內地供應很多東西給我們 要不然我們買不到那麼多食物 喝不到水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但是為什麼他在他的概念裡面 當說到中港關係的時候 他所有東西是納到最緊 所有東西是把所有東西關門 令到自己一些空間都沒有 而這個 一些空間都沒有 是會令到香港人 連這些專業的空間 現在討論的 想表達的 全部都沒有了 我說今天有兩件事 對香港影響深遠 這是第一件事 大家記得之前林鄭也有說過 政府也想做一些 PR 網上的形象 推廣 沒有PR幫忙 這是另一個例子 日後 日後如果你又認為 為什麼沒有專家肯幫政府 你看你今天怎樣對待專家 你就知道原因 你跟書美人說過 你自主人說過 如果你還在這裡 若不相信 還在這裡 那個 就有